牛年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 越来越多在厦门工作生活的台胞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 十多位台胞首次在春节前走进厦门江夏堂 入乡随俗 进乡夜祖 在厦门思明区中华街道的小巷里 掩藏着一座始建于1910年的古老建筑 江夏堂 这里曾是明海关旧址 清末明初 数万名皇室子弟从这里出发前往台湾南洋讨生活 如今 江夏堂已成为皇室后人回大陆的落脚点 这个是跟我们台湾的那个宗室跟村里面的庙的建筑风格 还有那个摆设都是一样的 没有陌生的感觉 天宫也作眠 然后挂起这个大红灯起来 感觉到真的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生肖属牛的黄启章 首次在春节前来到江夏堂祭拜先祖 在护赠礼物的环节中 他收到了江夏堂会长黄伟黄精心准备的一幅 金牛起伏画作 惊喜之余 黄启章感受到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他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台胞 一起参与夜祖仪式 追忆先贤 传承美德 有幸这次回到我们江夏堂 刚好我们江夏堂办的这些活动 让我们更加 包括台商也好台胞 甚至台青 我们都希望它融入进来 把我们黄氏也好 江夏堂也好 或是其他宗旨的这种美德 把它传承下去 江夏堂和其他的宗旨有所不同 没有白满祭坛的各位先祖牌位 只有一个共奉着皇室列祖列宗的总牌位 作为当天的主计 厦门江夏堂会长黄伟黄表示 春节期间 江夏堂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安排人员值班 方便台胞进香业主 他们竟然没有回去 但是我们要给他在我们这个厦门 过一个过一个比较安全 还有愉快的这个生活 这个过点 我们江夏堂都有值班 我们都会接待 据悉 古代皇姓旺族居住在江夏郡 扶植在京湖北省云梦县 江夏堂由此成为流传最广的皇姓郡王之一 历经百年沧桑的厦门江夏堂 如今不仅是一座建筑 更是连接两岸皇室宗亲的纽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